56岁黄女士是家庭主妇 半年前渐渐下肢麻痛无力到当地的医院就医 也接受了腰椎手术 但是术后症状依旧没有缓解 甚至开始出现背部麻痛的症状 经有人介绍前来麻豆兴楼神经外科门诊 身体检查时发现明显的激张力过强 而且麻痛位置约在肚脐以上 胸部以下 怀疑胸椎病躁 因此接受胸椎的核磁共振检查 即发现第六期胸椎有大约4公分的脊髓肿瘤 由于已经造成严重的神经压迫 经过详细的解释手术之必要性与风险 决定接受肿瘤切除术 术后设立出院 术后诊断为神经翘瘤 Shenoma 门诊追踪时 可以自己行走 背侧麻痛的症状已经完全改善 后期只需定期追踪 不需要再凑进一步治疗 麻豆兴楼医院神经外科医师 赵昂杰表示 我今天介绍的是一个脊椎肿瘤 众口多知 大家都知道脊椎有很多病灶 其中大家比较担心脊椎肿瘤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 或是要去做什么样的处置 简单来说 这边有一个胸椎的实体的构造 这是我们的椎体 那是我们的后面的一个椎宫 以及后面的一些我们脊柱的一个地方 中间就是我们的神经的所在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脊髓及神经的部分 主要就是说如果是颈椎 它就掌控我们的手跟脚 胸椎就是身体的一些感觉 以及下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运动功能 或是感觉的一个来源 简单来说脊椎肿瘤 主要分成三大类 主要是脊椎外的肿瘤 大概是在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神经外侧的肿瘤 我们叫做硬脑膜外的脊椎肿瘤 那第二种就是硬脑膜内 然后脊髓外的肿瘤 就是这是我们脊髓 它就长在这个椎管里面 但是在外侧 压迫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脊神经的一个就是脊髓的地方 那最后一种就是脊髓内肿瘤 就是长在这里面的这种肿瘤的部分 简单来说主要是分成这三个 那今天主要介绍的是一个 脊髓外然后硬脑膜内的一个肿瘤 就是在椎管内的一个肿瘤 但是它是在脊髓外的一个情况 那简单来说这种肿瘤 大致上就是要看它的压迫症状 因为像这种肿瘤相对来说 都是良性的肿瘤 那相对来说良性的肿瘤的话 它大致上它会长得很慢 但是它长了一段时间 它就整个肿瘤就会越变越大 就会压迫到这里中间的神经 那一压迫到这里中间的神经的时候 它就会伴随着一些可能的一些脊髓的 一些压迫症状 比方说 比方说像这个患者 它的病造是在第六第七胸椎 所以它会有一些表皮的感觉 比方说胸部的肋骨会有麻痛的感觉 那如果严重的压迫到脊髓的部分 还会造成就是下肢 整个下肢会无力麻 甚至引起大小便失禁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所以这个患者一开始就是以为是两只脚 就是爽麻无力 那有去过外院接受了腰椎的手术 那手术完之后症状是没有改善的 那随着就是它的背部的疼痛越来越明显 才来到我们这边接受后续的检查治疗 才意外发现到 就是大概是在胸椎的地方 就是疑似有一颗4公分大小的肿瘤 那经过手势治疗之后 那原则上来说 它目前已经恢复到 可以自行不用靠一些外界的力量 比方说不需要拐杖去行走 而且它麻痛的症状 也明显的得到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 而且已经是不会再痛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大家遇到就是本身会有一些 手脚无力 或者是就是就是像胸椎 或者是表皮感觉非常异常的刺痛 经过了保守治疗都一直没有好 这时候你就是要怀疑 会不会是有这些疑似这种 可能造成了一些病灶 引起一些可能就是 我刚刚所叙述这些可能的症状 比方说就是肿瘤压迫一个情形 这时候就是要尽早去来到我们的神经外科 或者是骨科的门诊 进一步接受一些安排 接受一些的一个检查 如果确定之后 尽早接受治疗 这样子不要让这种 就是如果肿瘤这种拖得越久 它其实压迫到神经越严重 其实就算紧急那时候再接受治疗 其实恢复的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就是尽早接受就医 接受治疗 对这种肿瘤的效果是最好的 大概是这样 记者问治疗痊愈后需要注意哪些吗 之后因为病假来说我们会追 因为这种是如果像这种脊髓内 然后硬脑膜内脊髓外的肿瘤 其实它大部分是良性的肿瘤 如果是把这些肿瘤切除干净 其实就等于就是 不会有记忆不会复发的一个几率 其实要注意的 其实就是定期的追踪 它的神经学状况就好了 那当然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手术当中会 会做一些就是骨头的破坏 那当然是要维持骨头的稳定度 一个情况这样子 当然就是后续还是要补充一些钙 维他命D来维持一个脊椎的一个 的一个稳定度的一个状况这样 OK 谢谢 张医师特别提醒 如果民众若有持续的上述症状 并且接受保守治疗 依旧无法改善症状 甚至开始出现肢体无力的症状 此时就要特别小心注意 就务必尽快就诊接受检查 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导 温健康 幻想